巴授1.8的鏡頭 聽起來 佳能師父聲音小點 你看我這個尼康光光光的 這看官方人就有個一點 佳能師父聲音小點 佳能快門相對來是溫柔一些 還是有聲音 尼康比較鋼勁 是你還有聲音嗎? 你現在坐著在旁邊拍我,也有個人在你旁邊,他就很生氣,就跟我跟我說。 對,我跟您講,我正在那次魏東正來拍,旁邊的觀眾,我已經離他大概有五米,他過去跟我說,我後來十米跟我說。 後來沒辦法,我又換成加蘭藤蒂,比較早期的一塊書。 那個快門非常輕鬆,基本上沒多少聲音,很懵的。 然後我坐著軟軟的角落去拍,就不然還行。 拍這個舞臺要真響戀,要臉皮厚,臉皮薄不行。 劇院裏的人不趕緊,他也會蠻嚴的,你討厭,確實挺討厭的。 先講現代舞,現代舞拍攝的特點。 這段話不是我說的,是一位叫燕鏡,它是中國舞蹈雜誌的手機攝影。 現代舞的特點是多變,自由的表現,空間的形態。 沉浸,怪異,抽象,別知,興起,構思,獨特,有多變的燈光氛圍。 坐著人體本身動態的展示和表現。 不是一般的歡聲笑語。 拍起來呢,要,心隨舞動,也隨人動,守隨情動。 這邀請太多,這個狀況。 整個意思呢,就是說,現在我們呢,就是多樣化, 偷像,燈光,舞蹈,都是很慣的東西。 所以拍起來呢,困難更大。 往往在一個舞蹈,兩三分鐘過程當中呢, 燈光它是不會不斷地在變。 就是說,頂光,側光,一會兒暗了,一會兒亮了。 這個非常困難。 就是說,那技術方面呢,好像剛才以前講的一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側光。 就是你補昌,到最高或最低,還是不行。 所以,就說,很多現代舞呢,都需要用手動的模式去拍攝。 那我看一組這個現代舞。 那像,左邊這個,就說,大家看到,整個照片大面積都是黑的。 就,眼睛和崩龍那兒有塊兒,有一點黃色的亮度。 就是,側光呢,肯定是不準確的。 右邊這個,這也是,這是現代舞。 但是這也不知道跳什麼,這是金剛圍舞。 這張呢,就是,在一個倉庫裡跳。 這個,上面都是日光燈。 那麼,他們就在日光燈下跳這個東西。 這個更是,眉燈。 這是在Data。 Data,他們站到一個台間上。 那燈呢,就生上這些燈,再加上馬路上的漏燈。 那麼,這種呢,測光呢,就是,像我這款鑰匙,就是用這個平均測光。 因為就是,沒有從金剛圈來的光。 就是,在總神身上帶這些燈,再加上這個漏燈。 那,這個呢,就是,這是頂光吧。 這是,中國,中央芭蕾舞團的。 這是我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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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回中國。 中央芭蕾舞團呢,每年有一次演員考核。 那,我也是,也是搞了一張票,也得到一個拍照的許可。 所以,做到了Data。 這也是現代物。 尤其下,總結這張,也是, 背景基本上就是黑,背景是黑的,沒光。 所以,測光呢,也是,測出來都是過曝。 這就是測光。 那,再就是顏色。 就是現代舞。 現代舞這個舞台, 氛圍呢,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 用燈光來,來襯托這個舞蹈。 像,前面這個就是, 前面背景是紅光。 然後,他的身上是黃光。 然後,他的身上是黃光。 這個就是, 老雷剛才說的, 他就是藥井氣氛。 所以,像這個, 不能把身體搞成白白晶晶, 搞成那樣, 整個舞蹈的意思就沒了。 右邊那張呢,就是, 兩側光。 那麼,右側呢,是紅光。 左側呢,是黃光。 就是他的身體呢,是, 就是,有兩個光線的組成。 OK,這是現代舞。 有沒有問題啊, 八六五現代舞, 這兩個? 有沒有拍過現代舞? 我有一個問題啊, 你剛才前面有講過, 因為,這個現代舞呢, 他不像其他舞蹈啊, 我也不會拍現代舞, 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摁塊門, 就不知道他該拍什麼, 因為, 不了解嘛。 對。 他無章可尋啊, 無章可尋啊。 無章可尋。 其他任務舞蹈, 他有一個章可尋, 你知道, 他有一定的程序。 現在舞呢, 有時候真的是一場, 就是, 看著看著, 然後呢, 總想找那個好的瞬間, 等等等等, 還沒找著啊, 他跳了, 我還一章給拍照。 是的。 下面講, 這個, 如果拍出舞蹈的動感, 那就是, 舞蹈我們都說, 它是一個動態的, 動態的一種, 但我們攝影呢, 是一個靜態的東西, 那如何用一個靜態的東西, 去, 這個, 去體現, 一個動態的東西呢? 那, 就是, 根據我的組織呢, 有四種方式, 一個呢, 是, then Chase detail. 第二呢, 放慢快點是多, 第三呢, 多重放放的, 尼喀有這個, 像紫 elder TH3應該有了, 這還呢, 是沒有的, 最後就是, 後期, 多張於來到, 然後重疊以後, 那我們方便看壹下。 嘗嘗 reciprocal , 像這個, 一秒, 就甚至, 一秒的時間 那麼, 舞蹈演员都是在原地转一圈 他直接转四次 七四次转四次 就照住这种 好多人说这些东西就是瞎照 这是0.5秒 这是上次的武术 这个是武术的舞台照 这个女孩翻评一下 0.5秒 这个是1秒 也是1秒报告时间 这是在art center art center 有一次就在art center外面跳 现在两个野人就在那跳舞 那我就排1秒的时间 草地上跳 草地上跳 1秒正好把背景排得正合适了 但是中间就有他们像鬼影的这个样子 哇 舞蹈本身大概也是这种感觉 对舞蹈也是这种感觉 对舞蹈也是这种感觉 这就是动感出来 下面呢 下面呢就是把那个快门速度放慢 这个是三十分之一秒 三十分之一秒 那么这个 咱们这个名作物 他在摇这个 身上东西嘛 摇的这个铃铛呢就是 有一个 就是motion blur 有一个动感 有一个动感的感觉 多字曝光 这是夏东聪 用尼康照的 那就是后期 多章呢把它重点起来 那个照的轻轻 那就是那个速度要上去 只能把它那个照得清楚 只能把它那个照得清楚 它在旋转的时候 就你那个快门速度要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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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三个是一张 这三个是一张照片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 你的这三个是一张 那三个是一张 头是慢 所以头可以六十分之一秒 你对着头 你照相 身体的就是主要 他舞蹈员转圈的时候 你没看他 他转啊 他那个头上 他眼睛啊 他会有停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瞬间你照下来 就一定有形成 所以他演员转多少圈 他不拥就有道理 我们此作人一转就拥 因为我不会那样做 最后我讲一下这个澎拍舞蹈 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大部分人 没有 不会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 也讲一下 我们拍舞蹈世界更难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能连拍 就是 你那个摄影棚里的灯 它是跟不上你的相机的 只能一张一张的拍 所以 排这个舞蹈 要抓到最佳的瞬间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经常 那那个 要那个 要那个 舞蹈演员呢 是要在不停的 反复的 做同样的动作 才能够抓到一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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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门速度呢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 灯呢 和你相机是 纯粹 没有这个 测光 这个 这个关系的 就是测光是 没用的 只能用那个 手动模式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快门的sink speed 呢 就根据下机而定了 就是说 让我们1660-200 分之一秒 不同下机 它那个速度不快 但是呢 就这样的速度呢 你一般是 不能把这个 舞蹈演员的 这个 这个 动的手啊 或者是动的脚 能够定组 总会 软 软